亲爱的观众好 老陈今天讲个夺命玩偶的故事 光头被外面的声音惊醒 门外有个空箱子 三个玩偶出现 吓得光头逃到浴室 受不了的光头割腕自杀 男主罗伯特的漫画作品失败 妻子和别人出轨闹离婚 生活崩溃 男主回到了妈妈的房子 妈妈死得很诡异 男主收掉了妈妈的相片 放到小壁处里 玩偶汤米突然站在走廊里 男主奇怪从哪里来的 男主将汤米放在阁楼里 你们三个一起玩吧 玩偶马修开始笑了 男主开始打扫卫生 然后构思新的作品 女儿咪咪跑到爸爸这里 不想和劈腿的妈妈一起 男主抱歉搞砸了夫妻关系 没有做个好爸爸 咪咪发现男主在画玩偶的漫画 半夜男主醒来看到一个玩偶 又发现玩偶不见了 第二天咪咪倒掉了爸爸所有的酒 要求爸爸借酒 妈妈玲玲让女儿咪咪回家 这两天咪咪没吃反焦虑的药物 咪咪不愿意和当妇走 男主让咪咪待两天 顺便帮男主借酒 玲玲担心酒鬼加焦虑症的女儿 不知道搞出啥乱子 男主邀请女儿给漫画上色 漫画的三个玩偶是 马修 女孩喜亚和男孩汤米 男主去见出版商 一个老奶奶玛丽来找男主的妈妈 玛丽的兄弟光头 被男主妈妈用玩偶治愈了 咪咪提到阁楼有三个玩偶 上楼发现玩偶不见了 玛丽被吓跑了 咪咪去晒阳光雨 詹姆斯过来整理院子 吓得咪咪给了她一巴掌 撩除了 两人一起抽烟 咪咪想成为爸爸一样的漫画家 给詹姆斯看了阁楼玩偶的漫画 故事内容 你会听到三个玩偶大笑和奔跑的声音 你上楼玩 玩偶就不动了 如果你看到玩偶一动了 就代表玩偶来找你了 男主进来闻到烟味 指责詹姆斯给未成年少女抽烟 咪咪告诉爸爸上楼发现玩偶不见了 男主上楼发现玩偶都在 估计是咪咪停药的副作用吧 男主给每个玩偶拍了照片 发现汤咪的手举了起来 刚才明明看到汤咪手放下 男主下楼着色 突然疯狂涂鸦 看到了男主妈妈死的惨状 男主走过去咪咪惨死 一只红色的眼睛在黑暗中闪耀 男主醒来是一个噩梦 但是手上全黑了 咪咪和詹姆斯网上聊天 突然断电了 男主和咪咪恢复了电力 咪咪说阁楼有声音 查看了啥都没有 男主发现壁处里的妈妈照片不见了 太累了 还是睡觉吧 第二天 男主烫好衣服 放好电汤斗 去见经销商 咪咪却给漫画着色 发现了恶魔图像 汤咪出现了 咪咪将汤咪关在了壁处里 玛丽来告诉咪咪 远离那些邪恶的玩偶 兄弟光头有三重性格 一个是失落男孩的人格 还有两个恶魔人格 你奶奶用玩偶吸收最黑暗的邪恶能量 三个玩偶围住光头 房间电灯闪烁 光头疼得直打滚 三个玩偶吸收了邪恶的能量 你奶奶就把玩偶藏起来了 后来不见了 而光头也变得正常了 一天晚上 玩偶出现 随后光头割腕自杀了 地上血的烧掉 后来玩偶又杀了咪咪的奶奶 玛丽警告 烧了玩偶 否则你和你父亲都要完蛋了 咪咪不相信 詹姆斯说玛丽是个疯子 咪咪给詹姆斯看了汤米 两人近距离爆发了荷尔门 接吻了 咪咪将汤米放回壁处里 门背上写着 Burn 烧掉的意思 妈妈要求咪咪继续吃药 停药 很危险 咪咪才不听 匆忙的妈妈坐飞机出差去了 詹姆斯来找女主 两人一见面就打case来到了床上 女玩偶奇亚出现 两人打算出去逛逛 咪咪在楼上换衣服 看到抽屉里都是碎裂的奶奶相框 一个孩子的照片发着红光 詹姆斯看着漫画 玩偶马修拿刀出现 咪咪下楼看到被扎伤的詹姆斯 女玩偶奇亚发出红色的眼神 吓得咪咪逃进了厕所间 男主回来 咪咪说是玩偶干的 大概女儿没吃药的幻觉吧 男主将血迹擦干净 尸体搬上汽车 两人去处理尸体 妈妈错过了航班回来了 发现男主和咪咪都不在 两人电话都没接 妈妈享受泡浴缸 玩偶马修出现了 吓得妈妈跑出浴室 被女玩偶用电汤斗砸了 妈妈跑上楼中了陷阱 摔倒毙命 被立在那里的剪刀扎死 随后尸体被玩偶拖走了 男主和咪咪处理完尸体回来 将衣服烧掉了 咪咪建议把壁厨的玩偶烧掉 男主一下子找到了三个玩偶 将它们全部烧掉了 男主告诉咪咪 你奶奶生活中最想要的是你 但是她很诡异 两夫女拥抱 咪咪上床睡觉了 男主看着玩偶的故事 玩偶会用各种诡计杀人 当故事结束的时候 它们会入侵你的大脑 外面开始自动洒水 浇灭了燃烧的玩偶 男主发现马修和女玩偶出现了 听到咪咪的叫声 男主去找女儿咪咪 打开一个壁橱 老婆的尸体倒了下来 三个玩偶同时出现不断接近 男主一刀扎了出去 却捅中了女儿咪咪 一边是玩偶的嘲笑声 一边是男主的痛哭的喊叫 男主被警察抓了 有些东西进入了男主的内心 精神错乱了 玛丽来看男主 拿出三个玩偶 这次我们来烧掉他们 男主大喊 离他们远点 离他们远点 马修诡异的笑了 男主妈妈的玩偶是被玛丽偷走的 烧掉玩偶意味着入侵大脑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 订阅点赞 谢谢